喂 喂 哎 那個老師是不是卡了呀 那接下來的部分由我來給大家講講解一下那個 Define 龍根發明的事情 對 我是小島 喂喂 呃 對 如果大家最近有關注這個crypto市場的話 就大家應該知道有一個網站叫做這個pointmarketcap 然後呢 它上面最右邊這一欄 我們看到 喂 它這邊多了一個這個 要的發明的一欄 然後如果你點進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 呃 這個現在應該就是Define上最火爆的所謂的農夫挖礦 然後上面列舉的都是一些主流項目 比如說這個呃 第一個就是uniswap 它你只要提供這四個主流幣的流動性 你就可以mine到這個uni 然後這個是curve 那你只要呃 持有這裡面當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去獲得這個curve 然後其他的也有類似的 就是目前龍根的一些主要的產品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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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面也有同就是些董也說到了嘛 就是呃 呃 整個 有一個網站叫Define Post 那這裡面就基本上是呃 目前所有的 按照所謂來排名的這些Define項目 那这个AIVE过几天也会上线自己的那个流动性挖矿的产品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 第一个是张才说的UNISOF UNISOF张才老师的投影片讲的是它的V1版本 V1版本当时是用Viper写的 只有30行的代码 它现在是排名第一 那现在在线上跑的是它的VR版本 VR版本已经是用Solidity写 并且呢过一段时间它会上线它的V3版本 对就是目前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前端前天就是有一家重金化交易所叫CooCoin 那它被黑客到了大概约这么多钱 然后这个黑客呢它就在使用这个UNISOF 就是刚才发生的事情 它正在网里面洗钱 对那一旦说 透过这些去中心化的合约来进行洗钱的话 它们将会更难被进行追踪 对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里面的第六个产品 就是WiFi 对那 它的网站其实非常简单 这是一个叫做Define聚合器的这样一个产品 大家之前有听说过WiFi吗 喂喂大家能听到我吗 能听到我说话吗 有有有有 好的好的 是 你看它的网站 可以声音大声一点 对谢谢 我把声音调大一点吗 喂喂 是可以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有这样几个产品 比如说这个叫YM系列 它就是一个线上的银行 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一栏就是它你可以存储这些币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利率 我不知道就是金钱那个钱本身 它其实是有它的持有的成本 因为你比如说在在中国的话 你把钱会你可以存到银行 它会给你发利息 如果你存到那个支付宝或余额宝 它也会有利息对吧 那在capital领域其实也是这样 比如说一只著名的项目叫compound 它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 那用户呢 就可以把它的多余的ESA或者是各种这样的币 往这个的提拼协议里面打 当你需要钱的时候 你可以找它里面去借贷 然后呢 它的利率是由合约去控制的 它会根据当前市场上的供需情况 自动的去调整它的利率 所以呢 有了这样的产品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固定的 可以产生利息的地方 那WiFi它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你只要用户把钱存到我这个合约里 然后这个合约会自动的去选择 几个产品里面 当前它根据链上的数据 就找到联化最高的一个产品 然后帮你投进去 那你对用户来说 你只要定期的把这个钱取出来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个就是WiFi 那CoinMarket上面其实这个信息还完全不够 我们一般用的是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网站 叫做 要发明.info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站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命令行的界面 但是上面的信息 信息量可以说非常充足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用到的就是他里面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在介绍WiFi目前所有的那个金库 他们目前使用的投资策略和联化收益率分别是多少 对我们可以看到那WiFi的这个产品 它的收益率就比这边要高多了 我们看这边都是百分之几对吧 但是如果到这个Vault这边的话 那我们看到它的联化其实要是要是要相对更高一些的 那这个WiFi就是它呃 刚推出的一个新的产品 对那就是用户可以直接往里面存ETI去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联化 那后面几个这些都是一些相对比较 呃经典的一些 那现在的呃 这个联化收益率已经相对来说降了不少 但是其实还是远远比我们的比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它的利率要高的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波呃 抵贫流动性挖矿可以吸收那么多资金进来锁仓的原因 原因就是现在的联化收益是比你把钱帮的银行要高的 当然这里面呃呃可能会有各种这样子的风险 对我需要去评估 那呃呃呃 这边它就会告诉你呃 比如说我们以以这个YCurve举例吧 呃 它就会告诉你当前的这个策略合约是什么 那我们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呃 这边 就是它的合约的代码 呃所有的策略合约 他们都会继承自一个同一个模板 然后呢 它会在里面写上具体的呃策略的逻辑 大概都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want 就是说这个合约它需要哪种代币 然后呃 这些都是每一个地址都是一个合约的地址 有的可能是代币 有的是可能比如说这个 就是它用来去挖矿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其实是uniswap 就是呃那个交易所 它为什么要用这个合约呢 因为它需要呃 把它流动性挖矿 挖到的客服 通过uniswap把它卖成这个wth 然后再把它卖成代 然后通过这样子去循环 呃去进行循环挖矿 那呃 所有的这些呃 挖矿的项目 大家需要知道 就是它有两个基本的算法 呃 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例 第一就是 它的这个自动分软的算法 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呃 比如说这是前段时间的 有一个很火的项目叫sushi swap 呃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那这是一个比较 因为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防品了 我这边随便举个例子 啊 你看到这个叫做pot.finance 它其实是一个 呃叫叫火锅啊 然后你看它里面有一个叫鸳鸦 pot的这样一个合约 那这个合约 你看到它现在里面所藏了这么多钱 并且它支持很多种代币 你看 呃 这里面每一个都是一个uniswap的LP 不同的LP 对应的不同的交易对 并且呢 它还有呃 所藏了这么多token 都在里面挖矿 那它的合约呢 其实是来自呃 sushi swap的一个合约 呃 你可以看到 它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我们去看它的climb reward的这个方法 对 这个就是说 呃 当你 把token stake在这个合约里的时候 然后它在每一个block区块 会帮你去算你当前的累积的收益 然后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climb reward 它 第一个就是说你是stake哪一种资产 它会有着ID 呃 然后呢 它就会帮你算出来 呃 你的收 你的收益是多少 我们看到这个公式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 它有一个叫做 base per share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呢 它其实就是说 呃 它会根据每个block 它都会一直都在涨 它是个单调递增的一个值 它表示就是你当前每股 可以分得多少利润 那当你去存钱的时候呢 它就会记录说 呃 你历史上已经领了多少钱 然后呃 比如说当前的base per share是100的话 那它就会认为你前面的这100 你是其实拿不到的 因为你之前还没有stake进来嘛 然后当你stake的之后 比如说现在这个base per share 它在一段区块之后变成了121 对吧 那这个121和100和你存进来之前的差价 呃 就是你这一次claim可以领到的每股的利润 然后再乘以你的amount 就是你的你一共持有多少股份 然后通过这个算法就可以呃 算到你可以拿多少分红 对 那这样子它的一个缺陷就是说 你每一次都要需要自己操作 呃 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uniswap 那uniswap里面 它现在就支持那个 它在挖矿嘛 对吧 它的挖矿现在用的也是同样的这个 这个算法 呃 我 我来给大家havest一下 看一下呀 呃 我自己写了一个合约 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把那个alp集中起来 然后去mining这个uniswap 那现在是在这里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现在是怎么操作的 那现在这个合约里面当前存储的有1.236个 呃 这个alp token 然后我们现在跑到这个 正在发明的这个合约里面 那我现在去执行里面的这个harvest的操作 对 所以说呃 如果大家想了解就这个行业的话 其实最最好的方法还是说你实际去参与 去了解这个这些合约到底都在干嘛 和自己去编写一些这样子的合约 呃 在台湾的话 有目前有两个比如说两个大项目 大家应该都知道比如说这个hacha.finance 就是我们台大的一个呃 毕业生他去做的 现在叫black hole swap 他上线了一个月上面的流动性呃 交易量现在已经突破了1亿美金 对 然后另一个项目就是比如说这个呃 永续协议 那他也是一个台湾的项目 还有一个就是呃 creme 他是一个compound的fork 对 那这几个项目都是目前台湾呃 definance领域做的比较好的几个项目 那我连上了这个合约之后呢 我会在这边我执行这个harvest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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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呃 我就执行这个harvest beta 那他会提醒我说我现在需要连接我这个钱包 呃 我给他一个 现在gas已经相对比较低了 前段前几天的gas相当精人 那操作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操作 现在正在链上被执行 他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已经被mineering出来 好 你看我这段时间就挖出了11个这个unit 对吧 然后这个unit呢 现在就 哎 现在就变多了 变成36个 对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挖矿的过程 那我存的这个代币 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 LP token 那我用的是USDT和ETH之间的这个交易对 好 那 我们要作为一个抵贫农夫 其实你需要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说 呃 我到底现在去存什么 我的年化收益是最高的吗 呃 比如说你在这个这个页面上 他就会实时的告诉你 呃 现在Wifi上你去存储的每一种代币 他的连化大概是多少多少 你看这边都有一些数值 那除了Wifi这个产品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和他差不多的 那我这边玩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这个哈贝斯的点finance 呃 他就是比较有趣 那他其实你你你别看他的那个UI看起来很不正经了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呃非常不错的一个项目 你看他的他的锁仓量应该已经有一个一亿 也换着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一亿对吧 两亿多 快新相近三亿的这样的一个TVL TVL就是我们一个核心指标 就是Total Value Locked 就是他总的锁仓的金额 你看到在我们这个HavaS的点finance里面 他提供这些的储蓄的项目 那其中后面四个就是这个呃 有你挖矿 他可以去挖出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优利代币 那上面这些他就呃 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个产品 他们现在去挖的是客服 对客服是一个专注于稳定币之间交易的一个去中进化交易所 呃 他在UNISWA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然后使得他的交易滑点变得更低 我们的那个Hacka点finance的Black Home Blackhole Swap 他也是在UNISWA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UNISWAP其实还有非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对那你现在如果想到我说我怎么去改UNISWAP 呃说不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你就可以去呃发一个ICO对吧 说不定也可以像Hacka一样募集很多很多资金 但你也不一定是说你要需要去ICO 你也可以去流动性挖矿对吧 呃因为现在这个周期他跟疫情年的玩法稍微有那么点不同 但是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嘛 那还有一个就是WTH你看看他现在在挖的就是那个呃 呃我们之前说的那个Crain 呃他也是一个台湾的项目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你 你如果只是一个defin 농夫啊 对那你其实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你的B往里面投 当然呃 你看这种项目他的锁仓金额已经这么多了 应该大概率不会有什么问题对吧 但如果你要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话 你应该是要了解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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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约 他到底在干嘛对不对 他到底有没有风险 他的风险在哪里对不对 令人震惊的是这个项目他居然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中文文档 呃以至于让我怀疑这个项目是不是是不是中国人做的对不对 但可能应该不是啊 你看这边他就非常详细的照顾你的这个这个这个龙根项目他的原理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他的呃这种这样子能找到他的策略的 我们去他的get hub看看 呃找一下 找一下他的get hub 好我们看到他确实有一个get hub 并且他知道get hub呢里面只有这一个项目对 呃你就可以看到他17小时间还有更新 那你基本上你就可以从在里面去分析他的合约到底在干嘛嘛 好我们今天呃他其实结构上跟wifi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wifi的衍生品 那他里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呃这个是金库合约 对那他里面的金库合约就是帮用户存钱的地方 嗯他好啊这边可能只是接口我们来找一找 呃这边是他的那个 这边可能我们我们换一个项目 比如说这个wifi wifi他也是这个wifi的一个folk 对但他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叫dfi.money 但其实他有一个新的ui呃 呃但里面去跑的那个合约都是一模一样的 他也是一个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有一些年化 也是持币存息的呃就是持币升息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usdc的连化是要比刚才我们看到两个项目要高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呃新的项目的他的那个外框 叫做呃一个for2对然后wifi用的是default 所以大家去最终呃去mining的那个pool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回报率也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在github上找到这个wifi他的他的策略合约 我们看他这边有四个那这个所谓的iDi 他其实就是一个金库合约 用户当他存这个带 带是一个稳定币对吧 你存进去之后呢他就会给你一个iDi 在wifi里面就给你一个iDi对吧 他都移着东西 这个iDi呢他相对于他的underline资产 就是带本身他的价值是单调递增的 对这也是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比如说一开始iDi和Di他的比例是1比1 呃比如你呃你开始进来你存了1000个的带他给你1000个iDi对吧 然后呢他会在合约你美金挖矿挖矿之后呢呃他会挖出更多的带 但是他的iDi的产量并没有变多 所以每个iDi他相对于带他的单价其实是单调递增的 对我们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像呃 CoinGoGoGo上去看这个YCup Y呃他现在叫YUSD 呃我们来找一个YLPYCup 我们用YDi对我们来看有没有这个这个Y 看有没有这个Token 嗯 YUSD YCup呢 我们找一下这个YCup这个Token 因为你要理解哎这边有 对我们看这个Token它的名字很长 叫做LPYCup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呃它是那个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YDi上面的那四种 就比如说呃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四种代币嘛 那我们看到这三个代币它们都是一个稳定币对吧 那如果都是稳都是稳定币 然后这个iDi就相当于是这个稳定币的存折 呃它是单调递增的 然后呢这些这些存折之间他们也有可能有个汇率 就你可能不一定想把它直接换成你的原生资产 你就用这个存折去交易 然后呢他们在Cup上就有一个交易对 然后呢这个交易对的LP就叫做YCup 对所以它是一个特有的名字名词 你可以看到它的单价很有趣 呃我们这24小时的我们把时间尺度拉长一点7天 而7天居然也是这样对吧 我拉正长一点呢 对它的 这个就是不是很像刚才老师说的那条黑线 对不对 呃 对那你看到它呃价格 从8月份开始就一直在涨 但虽然不太明显啊都是1.05它可能只涨了 但它确实在涨对吧 这都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资产呃 它的它首先会呃有持币升息 接着呢它又是个LP 这个LP呢又是稳定币之间的LP 它的变化相对稳定 所以它的无偿损失很小 所以呢它又会收这个交易的手续费 所以它的价值就会一直在涨一直在涨 那中间这里为什么会跌一下呢 跌一下可能是它调整了那个呃 这些四个币之间的比率 所以会会产生一个顺时的这个 呃那个无偿损失 对那总体说来这个它的增长是非常平缓的 但是它是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的原理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iDAI这个合约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那呃 万变不离其宗嘛 一般这些合约它都会有一个方法 就是第一个是存钱 存钱这个方法它就会帮你算出 这是你的本金 然后share呢就是你呃能分到的股股份 然后它是根据你当前这个池子里面的比例 去帮你算出来的 那你在wisdraw的时候呢 它再会根据当前的比例 然后返还你的本金 那你的本金可能会变多 对那这样的就基本上是一个 呃标准的呃这个去中心化聚合器合约 它在做的事情 那它呃每一个这样子的合约 它里面有一个不同的东西 就是它的那个strategy 它的strategy可能是每一个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它的这里可能拼错了 然后进去之后 呃你看到它 比如说usdt 它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你就可以在里面找到 我们看它跟哪些合约聚金交互 你大概就可以猜出来 它现在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什么样子的策略 那所有的这些信息呢 你都可以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youtfinding.info这个网站上面找到 它这边就显示了你当前的那个策略 嗯 嗯 对 然后 嗯 这边还有一个2.0 那它是怎么样去更换这个策略呢 呃每每个更换策略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关注之前的susiswap 我们知道susiswap它会一般合约可能会有一个owner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东西 但它的owner可能并不是一个私钥 我们知道以太坊上的账户分为它的那个私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它可能是一个用户的账户 那一个用户的账户它是用用户的私钥去进行控制 那第二种呢是一个合约账户合约账户它可能是用一段代码去进行控制 那呃一个合约的owner它既可以是一个私人账户 也可以是另一个合约对吧 比如说这个合约它可能是一个timelock合约 在timelock合约里面你所有执行的方法它都会先广播出去 然后比如说要等一个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它才会生效 这样子的话即便是说呃你去执行了一些呃 比如说把这个合约里面资产全部倒走对吧 这样子的呃操作 但是只要社群里面因为有无数双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在开源领域 或者在呃在ninus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叫叫ninus定律嘛 就是呃无数双眼睛让它的那个使得霸着变少 好是怎么说来着刘老师你还记得吗 对那就是说因为有无数双眼睛看着 所以你只要等着24小时再生效 基本上就不会呃有什么风险 因为呃如果它的合约的资产很大的话 对那基本上这个就是目前呃这个流动性挖矿 或者叫defin龙根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式 那么它每一天呢都会有不断的有新的呃挖矿项目产生 有这种这样嗯 嗯玲珑满目的那里头可以到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呃 dbank这样子的一些资料网站 你可以上面看到有这种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项目 那呃现在也也不知道这些项目就是 就风险你是不太清楚的你需要去自己评估 就最好的话就是你真的去懂一点这个智能合约的原理 然后你可以去呃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因为呃其他人想框你 呃因为其实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黑客他们的方法是很低级的 比如说他就在那个合约里面留一些后门对吧 像这种后门的话你就可以去把它们识别出来 呃另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去多看一些一些专业的审计部门 他们写的那个审计报照 呃基本上呃上面就涵盖了一些经常会发生的写合约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错误 呃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留意一些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智能合约呃被害的一些事件 然后了解一下整个行业里面现在都有哪些风险 好那我我先分享到这里要要实在补充 感谢了对那哇 学到很多那流流动性挖矿是不是您说就叫做底定龙龙根啊 那个我底定龙龙根是不是就是底定是底定 哦对大家如果知道这个YUM这个项目就你它是从这个项目开始了 他现在还在挖对那他现在已经升级到V3了V3之后他现在的我先我先解锁我这个前8 对他现在挖的是这个交易队就你只要持有这个YUM和YUSD的交易队你就可以去挖这个YUM 是是那那那那那那YERN YFI比好像番薯番薯是另外一个项目已经已经好像已经垮了 没有没有它垮了之后垮了之后它又进行了代币迁移 然后已经迁移了两次从YUM变成了YUMVR现在变成了YUM3 对就是这个社区他们还在一直的抢救这个项目 是那那那那倒了到V3那个是呃 请教那个是跟YFI不一样吗 那个是番薯番薯倒了对做了代币迁移 对这个也是番薯就是每个项目呃 就是你基本上如果想去衡量哪些项目该不该投资嘛 那哪哪些项目该不该投资的话 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看这些项目它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对吧 比如说我们知道UNISWAP 那它是相对于Banker来说它改进了 它有更灵活的这个流动性提供的机制 所以它就有它的改进 那Curve相对于UNISWAP 它优化了它的Bounding Curve 并且使得它的交易滑点呃 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里面 它的交易滑点和体验是比中心化交易所更低的 这样它就在市场当中脱颖而出了嘛 这是Curve 呃你看Curve它的它的它的功能其实就相对于UNISWAP 就比较简单 它专注于这些稳定币之间的那个交易 那这些是下面是它的正在挖矿的这些产品 对那呃如果你去看到一个新的项目 那你需要衡量它到底有没有创新 还是简单的get another another fog对吧 那Haka Finance它都是号称Black Hole Swap嘛 那它是更它它是因为它是说它可以付的 就是说可以去借那币 这个算是够不够的创新啊 呃我是不是很懂的 这个它显然是有创新嘛 但这个创新到底够不够或者是 那有没有解决 有没有非常critical的解决什么问题 那就大家自己去判断吧 呃还是要靠市场去检验的 对那那像那个刚刚您提到说Cream是compound的fork啊 不Cream是Cream是compound的fork 对对它也是做那个P2P的借贷 那他呃 诶谢董您觉得Cream是台湾之光 那他的创新在哪里啊谢董 你可不可以讲大声一点 这样小岛才听得到 就是说就是说我们我们在探讨技术啦 就是说嗯我我我我只在想说Cream 就是说我是想要跟着小岛跟着您那个把这本书完善啊 对他主要是可以在 可以拿麦克风这样小岛 好对不起要拿麦克风这样小岛还听得到 喂喂 我觉得Cream主要是提供的那个 YYCRB还可以质押到Cream上面那个标的 可以把那个 USDC把它再借出来 有这样的业代协议吧 是吧 Cream它的贡献 那这样它是联动债啊 这造成了2008年的金融崩溃 我是不是我是不懂 现在是Cream是 他那听起来他是CDO 是不是啊 他是collectorized data position 他可以一直联动下去 妈 我 嗯 他这个比 这好像比 比Compound要好一点的 不是好一点啊 就是说比他多一点东西 对他他可以借一些 Compound不能挤压的东西再挤压上去 然后把USDC给挤压出来 嗯 第三层的 哦 对小岛真的是太棒了 你看他 小岛太棒了 我其实没用过这些这些借贷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我们 我们在 嗯 我们现在目前的DFI玩法上面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第一层就是 会把USDT USDC等等 但是 或是DAI等等 可以挤压到Corp5 嗯 就是Corp5 会变成一个YCRB YCRB 可以再把质压到这个 像是 嗯 YFI等等的协议 可以变成YCRB 那这样对吧 嗯 对 然后这个YCRB 你可以再直压到这个 Cring上面 然后上面可以做抵押 我记得是这样 是的 所以他其实相较于 Tompound的 他的资产更多元 对吧 对对对 Compound 比Compound资产更多元 对对对对 你看上面他练了好多嘛 你可以提供Source在上面 哦 对 Source也可以拿去借 抵抵押这个资产上面 再借美金出来 美金再借出来 再抵押到Corp5上面 变成YCRB再借出来 就是把你的那个collateralize 那个ratio把它调得更 有道理 对对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玩法嘛 比如说 呃 大家之前有说就是中心化交易所 记得没啥用 但是在define里面 其实中心化交易所也是有它的 你第一可以拿来出货 对吧 第二就是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突然出来一个土矿 土矿呢 那他可能要你用一种奇怪的 你可能平常 不太愿意持有的某一个token去挖矿 对吧 那你不太愿意持有 但有一些中心化交易所 他可能会提供 就是说你 你呃 质押某的token 他帮你把那个token 给借贷出来 然后你就用借贷的token去参与这些挖矿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overall的风险变得更低 对 他其实有有有有这样的意义在里 但大概他的用处跟这个cream应该差不多呢 对 对 大家基本上可以看到 就是他提供更多的一种 对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有这defin领域 现在有这几个赛道 对吧 第一个是去中心化交易所 比如说curve balancer和uniswap 第二类是比如说稳定币 比如说那个make a doll 对吧 包括那个yfi 他们最近新出的那个stable credit 那这些都是想在稳定币 这个赛道上去做文章的 第三类可能就是接待租赁协议 比如说tompound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cream 呃也是很大的一个类别 那第四类可能就是defin聚合器 包括yfi yfi yf3 yf4 yf5 还有这个harvest 对吧 都是去中心化聚合器 呃第五类比如说还可能有去中心化衍生品交易所 比如说那个台湾的那个 那叫啥类似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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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嘛有去协议 哦 perpetual 对对对 perpetual perpetual 那还有像是mcdex 还有还有很多 那基本上是还有一个就是去中心化保险 呃我们还差前几天也出了一个就是那个 cif还是cif那个什么东西 呃就基本上是这几个赛道嘛 呃然后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 首先就是说你看你在哪一个层级嘛 你呃首先你了不了解比特币啊 你了不了解以太坊呀 你有没有去跟这些合约交互呀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unisop大撒币吗 基本上你跟他只要你只要跟他交互过 他就给你发400个uni对不对 呃那个这个谢谢董应该领了不少吧 然后当时都能卖到相当于呃 卖到多少台币啊很很很高的金钱 直接就相当于 700美金啊 嗯就unisop大撒币 不止吧不止吧应该有一两千美金吧 对对吧大家 700美金 对对对其实就是说你基本上什么事都不用做 如果你历史上只要跟unisop的合约交互 他就会空头给你呃 对所以说你其实你要想真正的了解这个行业到底在干嘛 呃其实去参与进去呃是最好的 就不管是说你呃投投资一点想钱在里面 还是说你去参与这个合约的编写 或者是你去编写一些班专套利的机器人 其实那个班专套利机器人一直都有很多 呃 因为现在这个区中性化交易所它的流动性也逐渐起来了 呃也就是最近几十月发生的事情 使得你在区中性化交易所里面套利现在也是有利可图的 对 那区中性化交易所套利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他可能会有front running的问题 因为你你的交易广播出去之后呃你的交易已经被广播出去了嘛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说用更高的扎死费就能在你的前面去进行交易 所以说你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现在主网上应该有很多这样子的班专套利机器人一直在那里做 嗯 嗯 那那我懂了就说 嗯 嗯 那那那那现在 嗯 那那现在 那现在就说 嗯 您刚刚说 三分钟前是说 那个 哦 这各位同学们我们真的很宝贵 对因为小岛在美国他现在我现在警觉到他现在是清晨五点钟熬夜跟大家开市哦 然后这个是机会真的台南的大师级的开市 然后请教刚刚五分钟前小岛您是说中心化交易所让你借贷出token来 那因为刚刚声音有点小您是说中心化交易所让你借贷出token来还是去中心化交易所让你借贷出token来 哦就是说都有中心化交易所也有这样的业务就是去中心化的也有嘛 我的意思就是借贷项借贷业务一直都有 哦 刚刚谢董把那个教师的麦克风打开了所以一百位同学都听得到了 抱歉 我们刚会我们刚就没有打开这个我们听得好辛苦 好但现在就完美了对对对太好了 刚刚是你打开什么主音量 所以我问一下这堂课它是一个general的一个导论 还是说我们会实操啊 就是实际的去编写合约啊 哦实际编写合约 编写合约 我们当初的设计是这样 当初设计是说金融科技导论呢是教大家去做量化交易 把投资策略上来不一定是不一定是那个DeFi 哦 然后然后另外一门课呢就是 另外一门课叫区块链与数据分析啊 在大家的因为那个就要比较是黑客等级的 就是说在大家的期望下就是说 就是说他们是希望说那门课就大家可以 了解一些数据分析然后可以去发自己的DeFi啊 就说46美金发的DeFi 这个鼓动了很多年轻人啊 然后然后所以小结一下就是说 金融科技导论的那个 因为蓝修健康去导论的人啊 金融科技导论的人很多是医学系跟化工系 或者是中文系哦 所以所以他们他们会就是说可能做班课就是他们的极限 就是说要把老师的范例 就是说这个program trading 量化交易的范例程式去用上了 然后去来个比赛回测和往前测试试试试试试 他赢了就赚多少钱就拿到5000块这样 然后台币台币 然后这个是这个 然后那另外一门课呢是是希望说 就能够就像你讲的 所以我赶快赶快小结一下 就是说两门课都是完整的 只是那个区块链那门课 因为区块链那门课就是要讲区块链应用 然后上面区块链应用 然后有加一些像刚刚讲的这个 基本的一些数据分析啊 比如说他滑点滑了多少等等的 然后他的区块链应用啊 他就是有分金融跟非金融的部分 然后我们都会交 但是但是从初步来讲 学生的反应是 嗯就是有钱就是应道理这样的反应 就像老师说交一些区块链应用在金融 然后区块链应用在物联网那个还是会交 但是但是可以是对就是不是前面几个礼拜就交 就马上就要交到物联网的应用什么供应链 区块链那些题目他们觉得还是 嗯还是嗯 因为大家都很崇拜你的这本书啊 对就是我们就思考说 嗯 简实不如壮实 就能赶快把这本书 嗯 完善起来 那这本书完善可能 可能不能只是在金融科技导论这门课里面 因为因为这门课就像我刚讲的背景非常的 diversify 修课的人数比较多这样 然后去拜练那门课我当时故意设定就只有五十个能够修 所以所以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门课就是一百人百人等级的课这样 对就更有好坏 可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在更有优劣点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公平答出来 什么哦 Ivan有问题 没有没有 Ivan 哦 就是百人百人 三百人出选 小岛我想问一下 嗯嗯 就是您那个Y3 减免手续费的那个 呃 流程可我稍微再解释一下 啊 就是 你说那个联合铸币吗 它是10跟20的 你说联合铸币吗 其实所有的那个流动性聚合器 它都是有减免手续费的功能的 因为你用户单击的去跑到某一个地方去挖矿 嗯 因为挖矿它的计算比较复杂嘛 所以它的手续费肯定是相对比较高的 但是如果你用了另一个合约 你把大家的钱都存起来的话 然后再去统一的去进行操作 那均摊下来每个用户它 它的手续费显然就会变低嘛 对吧 所以所以你就是写了一个智能合约创建的一个资金池 然后这个资金池 对 吸收了大家 呃 smart country上面的那些 那些token 就是certified token 不管是它是哪一种那种凭证 对 然后把它均分手续费是这个意思吗 呃 对 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 底并聚合器都是这个原理 那为什么您创建这个Y3D 怎么大家都喜欢用Y啊 是因为也很开始的这种 对 开始就用Y 对 那那Y3D是 叫3D是因为以前那个您就研究FOMO3D 这个 因为P3D是一个很关很重要的项目 我之前很早就说过 其实你去看现在的优逆挖矿 还有那个前几天出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它它其实都是那个P3D的算法衍生出来 哦 哇 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 太好了 嗯 那那那那那那刚三分钟前您讲到 那个 呃 卡卡 是不是推出的去中间保险叫3F 对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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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像那个 聚合器 好像是聚合器现在先起来 而不是 那个 像 像 聚合器是不是YF WiFi Y3D都算是 对 那那那那聚合器 呃 他他他 他是不是就是去 呃 对 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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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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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先搞理解 聚合器就是他帮你聚在一起 然后去自动选项收益比较高的 对 对 那那那那那AAMM要 因为你刚分类了这些类啊 从DEX 就去中间交易所 嗯 稳定币啊 就MakerDAO 还有还有借贷 企业像Cream Compound的这样 好 然后 像AAMM是归类到哪一类啊 AAMM归类到DEX 到哪 DEX 就是去中性化交易所的 嗯 OK 但其实 嗯你可以把借贷协议 包括 去中性化衍生品 都 可以算是AAMM的衍生 因为他们里面也有到 呃 AAMM其实用途非常广泛 比如说Campound里面 他的决定利率的机制 其实跟AAMM也挺像的 OK 所以 所以 那那那那 所以AAMM是 都 就是非常 敲动力非常强 敲动 也可以帮助到 那个 Campound的 这种 然后 您刚说也可以帮助到 AAMM可以帮助到聚合器啊 我刚刚没有听 能 能 就是 很多的 项目 都可以看作是 AAMM的衍生 像聚合器也是 聚合器 倒不是 聚合器它 它是可分润代币 它是什么代币啊 可分润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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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DAX以前都没有 liquidity 2017年的时候 像台湾的 Joyso 可能 liquidity不够 现在 就说 是不是 AAMM除了决定 帮助决定 帮助决定 抗放利率 它也提供了 liquidity 所以帮助 DAX活起来了 就去传教授 以前都没有 liquidity 现在有了 应该说 就是 AAMM 很早就有了嘛 其实17年底 18年初 就有 UNISOF 对吧 对吧 只不过那个时候 它的 没有那么多的liquidity 所以它的 使用的体验 就会比较差 那随着 这一波 就是抵拼热潮 由流动性挖矿 所带来的 热潮 来了之后 现在 这些 去中心化交易所里面的 LP 越来越多 使得它的 交易滑点 越来越低 它的用户体验 已经慢慢的 开始向那个 中心化交易所 逼近了 并且又因为 去中心化交易所 它的一些 原生的优势 比如说它 没有kyc 对吧 你不需要注册账号 然后它也没有 它 它也没有那个 什么什么 呃 就很多很多 中心化交易所 不好的东西 它也不会跑路 对吧 嗯 所以它有一些 中心化交易所所 无法比你的优势 而且它上币 也是没有上币 手续费 任何代币 你只要创建一个 交易队 提供一点 初始流动性 你都可以上币 所以 它的门槛 也比中心化交易所 低很多 对 这是一波 Defi 起来 真正要感谢的 就连 Uniswap 也要感谢的是 是WiFi 什么 嗯 这倒不是 这倒不是 我觉得就是因为 那个 现在 嗯 就各种因素 造成的吧 就是 嗯 Defi 整体的 锁仓量 就是在不断的提升 那 那 最成功的是比特二世啊 这个WiFi 谢董 你有没有WiFi啊 然后大家都是充了WiFi 他 因为他到三万块 我觉得好像三万美金 嗯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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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嗯 所以WiFi就是 就是流动性挖矿 是不是 对 就是他最早是 呃 他首先是先有了产品 他跟Uniswap一样 就是说 他们的产品很早就有了 然后呢 有一天他突然决定说 我们要 社区发币 他怎么发币呢 使用我的产品 在我的产品里面 体重流动性 那在WiFi来说就是 嗯 他有两个pool 第一个pool是 呃 一池 基本上就是你使用这个产品 就可以获得token 但会相对比较少 二池呢 就是说你得这个token 在Uniswap上 建立一个交易队 那因为你这个 一开始的交易队 他是有无偿损失的嘛 并且这个无偿损失可能很大 对他的风险也比较高 所以他的 他的那个 呃 奖励也会比较丰厚 然后这样子就相当于是把一个代币 呃完成了初始分发 并且进行了轮启动 然后呃 让他有流动性了 然后他的共识就开始逐渐的传播 对 所以我们看FI WiFi他其实最厉害的是他的社区 你看他社区里面的评论和治理 你会发现他呃 非常的活跃 并且经常有新的proposal出来 很多创新都是从WiFi这个社区开始的 所以现在就WiFi就邻居了非常多的共识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币价也是非常高 呃已经非常惊人 甚至超过了一些公链 他的那个水平 呃 并且呢 甚至有一些借贷项目 是直接可以拿WiFi进行借贷的 你只要抵押WiFi 他给你给你USDT 对吧 这样的话他的价格就更不可能低下来了 是 是 哇 人化时代 对呢 反正我 就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底病行业 现在目前到底都有哪些项目 哪些玩法哪些好的部分和哪些不好的部分呢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说 呃 我也想像Hata那样子对吧 我也编写一个 几百行的合约 我也去 呃 发自己的token 我也上UNISWAP 或者是说我觉得UNISWAP 他这个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比如说他的 他的资金利用率低 他的 交易手续费高 或者是说他的滑点大 对吧 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步伐 或者是他的无偿损失大 但如果你想去address 他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就可以去 在这个领域 因为这个领域还 依然非常的早期 非常的年轻 上面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如果你想致力于这方面的 呃 开发和创新的话 你可以 大家以后可以在 我们拉一个小小社群来讨论 我把我的邮箱 或者是我的那个 telegram 发给大家 然后我这边的时间 现在比较晚了 快天亮了 所以我先去睡觉 然后你们先进去吧 拜拜 拜拜 太好了 是 谢谢 小小导师 谢谢 嗯 小导师 email是 lych11 0613 小导 您最之前可以再请教一个问题吗 来来来来 您最后对这个 defi产业未来的看法 您有什么想法 就是这个 这跟former会不会很像 我觉得 呃 其实未必吧 就之前有一篇文章叫做 你看 嗯 因为老师都说这个是 对世界金融的不稳定性的存在 对你看这篇文章嘛 这个名道就是你的default的创办人 你可以看他对这个行业的理解 我觉得挺到位的 嗯 我发到 发到社群里面 嗯 你看他他他他里面说的几句话 就是说 呃 他说default的基本面在过去一年变化的挺大的 就是 你看 就是这些比较关键的句子 然后泡沫也还不算大 因为和17年相比 呃泡沫还不算大 然后 并且这个领域确实已经有了一些 产品 比如说客服嘛 他的体验就已经比那个中心化交易所还要好了 对吧 那这边还说了为什么 呃 今年的default为什么涨了那么多 因为一个原因就是说 呃 整个市场上他的 你看这个default里面的钱 他处于一个量子状态 呃 这个刚才谢董也说过嘛 比如说 呃一个带 他可以存到Y带里面 然后你又去 Y带去变成Y客服 然后你又拿Y客服去变成YY客服去挖矿 然后你又拿YY客服去去去去去去去做借贷 然后你又搞出了USDT 对吧 就他的一块钱你可以把它拆成好几块钱去用 然后这在传统的金融领域里面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你做传统金融 你会发现大家互相之间是不不会去协作的 你根本不知道别的银行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架构 你想去改进你根本连他在干嘛你都不知道对吧 但是在default行业我们发现就是呃 大家之间互相协作的情况非常多 呃 你去看那个wifi他的合约跟哪些合约在交互 你其实就能感受到了 那不同的项目方他可能只专注于一个领域 然后把这个细分领域做做的足弱好 所以这也是default行业他为什么整体上他是呃 比传统的金融要厉害 因为他里面有一些开源的精神在里面 因为所有的合约都是开源的嘛 你可以直接互相组合互相的去协作 对那这篇文章我分享给大家就是 那之后的这个发展 之后的发展我觉得就不好说呀 那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赶快加入小岛的社群啊 小岛你的社群要怎么加入啊 我我我我我没有社群啊 你要不要加你们的社群 他说你看你可以加我的那个 我是不是你可以 哎总结刚刚刚刚刚这篇文章 他提到的就是 其实在在default里面的钱是活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传统金融里面相对没有这么活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市场会一直流通下去 对对对对对对 目前是这样子的状态 可以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 可以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趕快 有一格好的平台让大家可以交流 大家可以加到我这个 这个 是不是可以加到我这个tc社群啊 我这个tc社群 对就是 我那个流动 因为马上那个 第二板要出来了嘛 所以我可能会分享一些信息在里面 已经有放在哪个片子 哎哎哎 啊我sorry啊 我刚才不小心 我是私聊的 我把我的信息给大家 对上面是我们的那个项目的那个社群 然后我简单也说一下 我这个外线意志的项目的干嘛 它其实就是说 是一个博弈 就是大家把 现在还没做完啊 因为现在这个产品的进度非常着急 大家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新版的界面 那个就是说 你可以存任何的代币进去 然后把它 外部成一个Y3D token 对 那这个Y3D token 它其实就是一个Y token 就是一个存折 那它相对于这个原生的token 它可能是单调递增的 然后它是一个聚合器 但是呢 你在退出的时候 可能会会收一笔手续费 这个手续费是平摊的分到池子里的 所以这样子大家的话就会 如果你是这个 underline token的这个 死忠粉对吧 那你就会愿意参与这样一个博弈 因为你的收益会变得更高 然后后面会有 这个任何的代币都可以去创建这样的交易对 它有点像UNISW 那这个东西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会说 因为我们相当于就有了一个define聚合器呢 并且它 因为代码是我们自己写的 然后就没有那个WiFi千分之五的那个手续费 然后我们再把它接到UNISWOP里面 然后把那个UNISWOP里面那些 正在挖矿 正在因为LP的那个underline token 他们的资产资金利用率是很低的 这个如果你使用UNISWOP的话都会知道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token平常不用的时候拿去挖矿 这样子就会有很多额外的产出了嘛 这样你甚至你都可以不去收用户的交易手续费 你就可以构建出一个没有手续费的交易 这大概是我们接下来会去做的事情 对就是做一个可以拿闲置资产去挖矿的交易所 这样子普通用户来使用的时候就没有交易手续费了 对看 没有手续费之外会再提供引申钱 对对对 就是说因为我的原生资产是可以去挖矿的 我们现在非常缺人设 那个合约 能写合约的人实在太少 我们同学觉得要成功了 然后我们的前端代码合约都是在网上开源的 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研究 是是是 那我先 这个也是一种聚合器是不是 它是一个聚合器和DEX结合的一个产品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已经申请了那个币安的那个 incentive program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写作 然后我先撤退啊 然后拜拜拜拜 谢谢 谢谢小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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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是 小导晚安 是 谢谢 谢谢小导 好 那那那那冲锋了 好 那那那那那老师赶快继续 好 那那又要把刚刚小导讲的那个拆解交给大家 也是一番功夫耶 对不对 因为谢董可能都听得懂 但是我还要再理解 理解 就是说 对我我我懂了 我觉得我觉得我知道要怎么把把帮大家教会 就是说 一个就是 一个重点就是说 以前也有这种基金啊 就是聚合器 对就投信公司那种发了职业基金 然后可是为什么在区块链上面发基金可以发成 三万美金就WiFi这样子发 那太帝安WiFi WiFi 然后我们我们专长市场要发基金要先交给政府三亿台币 没办法你还没办法当投信公司 对不对 我们要先拨了三亿台币给这个领主 对然后那那那在区块链上面他 他他他很容易就聚合 他就开源 然后他是能够能够先有产品 然后再像WiFi就先用产品 他刚刚说2017年底是不是 就开始有WiFi了 所以他需要流动性的 用两个池子 我大概懂了 我知道我接下来解释完这五个名词大家在这懂 第一个就是叫做无偿损失 刚刚小岛讲的 谢董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无偿损失叫做impermanent loss 就像刚刚小岛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是 假如说我把我的美金去提供这个 Qurify上面会提供一个流动性滑框 叫做requidity provider 你可以它可以提供大概 本身24%的利率会得到一个叫做YCRV的一种 Authentic Certificate 就是凭证说你有享有24%权益 USB权益的这个分论的权益 这个权益你还可以再拿上去到第二区去抵押 就是因为你提供了这个 因为他第一池是在他的资金池的第一个池子里面 你有24%权益 你再用这个24%权益说好 第二个人可以用这个第一池的这个24%的这些requidity pool 或去做其他事情 然后你的例大概就是24%上下 然后再去做其他的金融衍生服务的话 你又进到了第二池叫WiFi CRV 这WiFi CRV就会有impermary loss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愿意提供第二池流量的话 我就给你更高的回馈 可能到maybe1000%或是到2000%的那个年化鲤鱼鱼 你可以去挖一些其他的 像sock post币或是奶油币等等 其他的相关的token 然后这个年化利率是非常高的 嗯 对 我是 这就是impermary loss 就相对第一池的impermary loss 相对比较低一些 第二池的impermary loss就很高 所以提供你更高的年化利率 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 就是说到YYCRV之前 就要先到 先去直压到YCRV吧 是不是 就是说我 我先帮大家脑补一下 大家补习一下 CRV是已经到第四名了 我昨天看已经第四名了 第一名是MakerDot 然后第二名是Uniswap 第四名是Compound 然后第四名是不是就是 就是Curve Curve Curve 然后这Curve是 我一开始怎么弄到 我到YYCRV之前 有一步就是我要先弄到YCRV Curve Curve 你知道Curve Curve 它的简称就是CRV 好 然后 那先总请教 怎么弄到YCRV YCurve YCurve是怎么来的 YCurve 它本身是一个 算 它是 刚刚小老师说 它是一个DEX 对 对 它说Uniswap 就是在 在Curve上面 它会提供一个资金词 让你去Swap你的一些稳定币 就是像 像 大家都知道 那个Case 是一种稳定币 就是那个荷兰人发的 然后还有美国人发的 叫做USD coin 然后还有一个 decentralized 每颗道产生在 诶 同学 还有各种 还有各种交易所发的 稳定币 稳定币 就是那个 1比1 PEG美金的一种代币 然后在区块链发的一种凭证 然后这家 发行的公司或是它 呃 推出的这个这个协议就是 保证说这个价值恒定 1比1会挂钩成美金 然后但是这个稳定它的价值是 模拟出来的 所以会有上下 会震荡 在震荡的时候 不同的稳定币 会有不同的震荡 所以 那Curify它做的 这件事情就是 把大家的稳定币 收集起来 变成一个辞职 当有一个稳定币 它是比较高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稳定币 比较低的时候 它就对它做一个对冲 Hedge 在Hedge的时候 因为我提供了 这些稳定币 所以我提供你这个 大概年化本来是24%的这个 年化利率 因为你提供了这些流量 所以你可以压到 Curify上面提供流动性 是 所以意思是说 大家在把 你做到什么 每件都在一件 然后让它进行操作 直接做一件 转件转件 然后再转件转件 再转件 对 然后它的操作 是在智能合约上面 不会 没有跑路的风险 都写在智能合约上面 对 这样Curve 我们一步步来 我先请教 Curve不是AAM 是不是 Automatia Market Maker 不是 Curve是一个Depth 对 邵小导的说话 不是 不是AAM 好 等一下 它应该是 有点像是AAM 是 应该是AAM 的一种 是 我那个整合到工 是 OK 对 那 我大概懂 但是Curve 是一个 那聚合器是 WiFi 这些我也懂 然后 那聚合器就 聚合器 我说聚合器是 不是 WiFi 也是 那是不是這樣講 先從DEX講起的話 然後就照這個順序 DEX完以後講了穩定幣 穩定幣以後講了借貸 借貸以後講了聚合器 然後那衍生器這些就先不講了 但是同學們反正這個都是 這個暑假都弄出來的東西 我們現在大概是要全力以赴 趕快把它把它到 我覺得我們應該這樣教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 把我們傳統的這些理解 通通傳統這些名詞 這個我們知道 然後現在新的這些術語 我們再把它對應到傳統 這樣是不是可以 可以理解的比較好 然後再對應到剛剛小導講 一直要直接看code 直接參與進去就會懂 感覺把它反合可以這樣 我現在感覺是 我先打開 我先覺得我們可以先很快打開 那個 對 就你看 這個 10.9個billion 對 最近長的這樣子 這個真的還摸到了 11.9 摸到12個billion 9月23號 禮拜三 我再教課就變成這樣 好 然後 這curve 他每個打進去都會有解釋 我們是不是從這邊來挑 就是說 What is Curve Finance 他是個DEX的 對啦 我覺得都是個LP 那 那 對 然後 所以都是個LP 然後 所以我現在完全懂了 我覺得這個術語大概要怎麼對應呢 就是說 嗯 我 我先等一下跟大家講什麼是 Liquidity 然後 然後再講 這些人在做Liquidity Provider 因為 以前 DEX 2017年都很慘 被這些中心化的交易所打得很慘 然後 那現在DEX怎麼復活 是靠這個LP來的 那 那AML 感覺 感覺就是一種 它是 就說 就說 大家知道那個 銀行的都會有market maker 然後 銀行的market maker是誰 當然我先考大家 我們要一步步來講 然後 這個 這個 台灣的證交所 TWSC 他的做事商是誰 market maker是誰 這我們要從這邊來教 然後 然後 珠寶 我先舉例一下 珠寶的做事商是誰 market maker是誰 就是銀樓 銀樓他會去做market maker 對 房假 房假的 房假的market maker是誰 有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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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跟你們報告 這個線動講得很對 你想想看 為什麼 就是說 Liquidity 就是第一個重要概念 你上了公車啊 同學們 你上了公車要想 第一個就開始想 你在哪裡下車 要不然你就像 老師那種 四年前那種 我手上拿了幣 不曉得怎麼 怎麼下車 沒有地方下車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願意付 勇氣房屋4% 因為我付他4% 這個叫liquidity premium 在他上面我可以有liquidity 我確保我能夠下車 我就願意付給他liquidity premium 特別是在liquidity低的地方 像房子就是liquidity很低嘛 你要賣房子不容易 要有接盤一下 要看好這片土地 這個地點 還接盤 那你願意 你為什麼願意付 你的房價的4% 給用線房屋 因為他是個liquidity provider 然後這個 這個在經濟上面的術語 叫做liquidity premium 我覺得我們從這個 客服啊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這個 這個是7月出來的 7月出來 我們就要交了 因為他不知道哪 他不知道活到年底 會不會應該會 我剛剛聽起來 小島開示以後 我心情百倍 好然後 那 那 謝董跟我講 加上小島跟我講以後 我大概就衝了 好然後 那 那 那老師的強項 是我可以對應到 金融跟科技 那新的東西你們比較強 因為你們比較那個 衝鋒嘛 好然後 那那老師是在想說 怎麼寫成 一篇paper 怎麼寫成一本書 我在想這個 然後你們在想怎麼賺錢 好沒有問題 就是說 那那那 那我們我們來互顧一下 那 那我我大概懂了 就是說 嗯 那那 那 那所以大家剛剛懂了這個 大家先 我先 因為我怕大家有些是 因為我看到這個文科修科的背景 有些人真的是沒有背景 所以我要先講Market Maker 然後才能把剛剛小寶的 開示 然後講清楚 Market Maker 就是說 像 謝董他是 Pronix的Market Maker Pronix是個交易所 你要把這個 對應到TWSE TWSE是台灣的證交所 台灣證交所 也有這些 一些券商當Market Maker 就是說 他是 不可否認性 就是說 你的這些 這些券商跟 台灣證交所簽約的話 就是說你必須要承接 就是說 那就像銀行的Market Maker是誰 銀行的Market Maker是 中央銀行 我今天台幣在跌了 沒有人要台幣 假如說 假如說 我舉例 一顆 最近不是很多飛機在繞台灣 然後一顆砸下來 然後我隨便舉了 我沒有 我最後講話到很小心 好 那反正我只是舉例 那來的時候 突然台幣不跌了 沒有人要去接監 那要怎麼辦 那要用這個Market Maker 央銀行去趕快來買台幣 把它撐盤 那這個Market Maker 他對於央銀行 是個很特殊的Market Maker 因為 他跟剛剛的券商 和珠寶商 和有信房屋 來幫Market Making 那個房價 房屋市場 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央銀行 他可以印台幣 所以對他來講 相對的風險會比較小 那對於謝董 因為 他是 在Pronix 這個 虛擬貨幣上面的 交易所上面的 交易量也做到很大 所以Pronix 邀請他當Market Maker 那到傳統的 金融世界來講的話 我邀請你當Market Maker 我跟你簽約的話 就像 這個台灣證交所 DWSE 跟這個 某個券商 這個限統券商 我舉例 跟你簽約 是 你是不可否認信用 你要來 真的要來做Market Making 這樣 那 因為你是 liquidity provider 對 那謝董 Pronix跟你簽約的時候 我們要求你一定要撐牌 還是 你是 因為我不想要虛擬世界的玩法 他要求你簽約 交的樣子 好 對 那就跟他還是類似 他就要求謝董 一個月交易量120美金 哇 你這麼有錢 好 那 好 謝董真的太厲害 好 那 那 所以大家要先了解 最基本的 這個 equilibity的概念 還有 為什麼 Multimaking的重要性 那 那 接下來就要講 要一步步的講 剛剛 謝董 小島提到 這個MakerDaw 這種穩定病 因為剛剛同學有問 我覺得可能要再退一步 因為 因為那個 嗯 我就要先從這個資產 來講 就是從 從資產再講到 liquid的錢再講過去 好 我再退一步 就是說 嗯 對 就是說 這個世界啊 有 有 在經濟學上 會叫做 free good 然後也有東西叫 資產 那資產 它 它因為有 有一個 有一個 預期的 holding的benefit 它這種東西叫做 資產 那 那像空氣啊 水啊 那這個就是free good 在經濟學上 因為它沒有那麼稀缺 土地 你想想看 土地這個東西呢 事實上 是比 空氣和水不重要 因為我沒有空氣和水 我就活不了 但是我沒有土地 我就睡台北車這樣 好 然後 那我也還活得了 但是 但是土地是 是asset 但是空氣和水 就不是asset 因為空氣和水 你沒辦法阻止別人 還沒辦法做到這樣子 好 然後 那 所以它沒辦法說 去阻止別人 就是你對holding這個空氣呢 你不會有holding 這個東西的預期的利潤 那土地有 所以這些就可以是資產 那這些資產呢 可以是 嗯 嗯 就說 就說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 回到我的頭影片來講 因為我有一個頭影片 我是本來是順著這個頭影片 講 說這個Bitcoin 是money 還是tomagety 還是asset 對 就是說我不是有一個頭影片 上次 我有約一約提到 因為這是今年2020年7月5號 這個Washington BC的法官呢 他做了很重要的判決 他說比特幣是money 的travel rule 他是全文字 是說 你這個比特幣還是要遵守money travel rule 就是他 那 那到底 但是我們的央行呢 2014年是說 說這個Bitcoin 是一個commodity 他不是money 好 然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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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什麼 我覺得可能要從耐葉來切入 然後講到 資產 然後再講到 asset management 這些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大概知道 應該怎麼切 破題 就是說 他是 就大家知道這個money 有三個function 就是說 第一個function 他是一個medium of exchange 他是個交易的媒介 好 然後 那 那但是這個比特幣呢 他 他沒有符合另外兩個 另外兩個 兩個 兩個money的要素 另外兩個money的要素 就是說 他是 必須是denomination value 還有 對 我覺得我們今天 稍微回來這邊講 不要讓學生們覺得太跳動 這樣會比較 比較 比較好 然後我 所以我 我從這個money的三個 denomination value 跟這個 對 到這邊 欸 我為什麼share螢幕啊 我可能要share螢幕一下 對 對 我現在回到 回到這個zoom來 好 然後 沒有畫面 好好好 果然有人已經發現問題了 我忘掉 把螢幕弄出來 好 那 分享畫面吧 要怎麼弄好這個 欸 按一下 好 所以 所以我 我從這邊切入 我不要pop up的 就是說 因為這門課是導論 不是特論 不是金融科技特論 我要從導論 循序漸進的來幫大家講 但是有時候 需要這個 大師 小島來衝擊大家一下 因為 因為這分多秒啊 就 就是 在DeFi勒的時候 大家的積極性特別高的時候 呃 從 從top down去 讓大家 學起來會比較快 做起來比較有趣嘛 因為大家覺得說 說明就是財富自由的這一課中啊 好 所以我就先 從這個imaf 對money的定義來混 大家知道imaf 是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好 他他定義money呢 是有四三個function 就是store value 好 然後 然後 還有media of exchange 還有denomination of value 好 就是說 譬如說 你買了這瓶水 好 那這瓶水你用台幣去頂加 你不會用比特利去頂加 好 所以denomination of value 他是用台幣 他是 這個台幣是有legal tender 還有法常效力嘛 好 那比特幣沒有這樣的法常效力 你如果 到這個西非零人去買水 他 他定價不是用台幣 而是用美金啊 或者用 比特幣的話 那 台灣政府會跟你 船長 會跟你找你麻煩的 好 這個是 這是他的法常效力 他是他的 一個 兩把槍的治理權 對 他有警察的槍跟軍隊的槍 好 所以 所以denominational value 跟medium of exchange 呢 對這個 比特幣來講 他是賣男的 對 因為 你如果 當作交易 把比特幣當作交易的媒介 的話 那 那這邊就有問題 就是說 嗯 嗯 你拿了 你拿了比特幣 然後再換出去 比特幣可能結得很慘 所以 所以他有 他的把耳機的體存在 好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會 會有這個 嗯 MakerDAO出來 好 為什麼穩定幣出來 他覺得說 要符合這個 Money的 的要素的 三大要素的話呢 他必須 嗯 要有一個穩定幣出來 那這穩定幣就是符合第二項 跟第三項 這個第二項 就是medium of exchange 跟denominational value 可是 過去 從2009年 1月3日 開始有穩定幣 出來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比特幣它是一個 它的 它的 它是一定是有一個 很多人說它是數字的黃金 就是它一定有它的value存在 因為 畢竟還有三萬塊美金 就 一個比特幣對應到 三萬塊 超過一萬塊美金 但是 但是大家要想想看 它在另外兩個方式 從過去十幾年來 比特幣 並沒有符合這個 Money的要素 因為它的理科技不夠 最早 討論比特幣的這篇文章 是中本聰 2008年的 寫的一篇文章 叫做 Bitcoin 大家有讀過它的十一頁 Bitcoin 冒號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所以你想想看中本聰 他想的是什麼 他真的是把這個 Bitcoin 想成是Money 想成是要去payment 但是 那時候的中本聰 有一個可以講說是 技術上的左右手 這個人也很有名 叫做Hell Finney 大家應該用過PGP 就Pretty Good Privacy 這些 這個Hell Finney 這個人已經死掉了 就是說 大家還是要多保重身體 就是小島這個犧牲睡眠 現在跟我們開始 1014年就死掉了 然後 那但是他這個人呢 是在2008年 2009年的時候 就是他 這Hell Finney 你看他重病已經快要死掉 就是他太太 好 那所以 這個Hell Finney 這個人 你真的是要補一下這些 Hell Finney 講的話 你會覺得他是 密碼學的造語很高 就是說 因為中本聰武一樣 他是一個 System Integrator 他是把這些 這個數學 密碼學 算法算力這些東西 下了五六把他兜起來 但是 他的理想性也蠻高的 他覺得 這個 Bitcoin是用來做Payment 但是 過去11年來 看來 這個 要 他這個 要支撐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 這個 流動性 Bitcoin是沒有做好 沒有做到 就是密碼學上 就有這樣的極限 手續費又這麼高 然後 Valgeti又太過 到時候 你要看他的左手 因為那時候 這Opensource就有 剛剛找到什麼好處 比如 Bitcoin 或者是這些Define 看Opensource出來 旁邊的人 在看到 他在 他在做什麼 東西 然後可以跟他架接 所以 所以大家在Define 有所謂 7股 為什麼會成功 就是這樣的Ecosystem 它的生態 你每個Sup 就專心做 你要突破口在哪裡 其他的部分 你就利用其他的 Opensource 出來的東西 所以 它是一個API的思維 就都有這些 Application Program 的基礎 做 大家可以 不用加工 要做所有的事情 那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說 中文中他就 推出了這個 protocol 然後 拿了這個Bitcoin 把Opensource出來 看這個Code 我一看就覺得 爛爛的 這樣寫 這樣的Code 進不了我們步道 怎麼Coding寫得這麼差 但是我剛剛講 他的System Integration 做得好 他只要把他 打一場帳號 做一個把系統 Code出來 然後這出來以後 很多Bug 因為我剛剛講的 Code的也 Code能力很強 然後 但是 是這個人 Health Finney呢 他就一直幫他做Testing 他做Testing 過程中 他就挖到很多比特幣 他一邊挖比特幣 然後一邊找到 你看這邊有法國 告訴中文中 所以我說為什麼 Health Finney 在2009年的時候 還沒有很多人 知道挖礦的時候 他賺了很多錢 因為他就挖礦 就Testing 他是一個Opensource 很好的公民 在生態上面 一個很好的公民 他盡力的去挖礦 所以 他現在他太太 手上就有非常多的比特幣 好 那我白話講回來 我 我聽大家要主動聲明 好 那 那講回來呢 就是說 回到五分鐘裡講 比特幣是 是money還是community還是asset 這個命題呢 我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Health Finney 他2008年之後 他就說 他覺得比特幣是 eventually 他不是一個money 他是一個數位資產 他是一個數字黃金 這樣類似的概念 因為我先抓大放小 因為時間不夠 我先把重點講出來 好 那接下來細節 我們再做修正嘛 所以 所以他真之所見 他這個 他這個Health Finney 11年前 10前 他就看出來 這個比特幣是 是 是在這個 我白的道路上 是有重要歷史意義 但是他本身 並不是一個money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定位 他比較是 是這個 是資產 那我們 我們的央行2014年 把它定義 是 是 但是 有它 有它自己的定義 如果定義 的話 這個 大家知道巴菲特 沒有聽過巴菲特的 我們先確定一下 大家有起碼的 知識 巴菲特 因為跟他拼命 每個亞行的 跟他拼命 因為巴菲特 就不覺得 比特幣是 比特幣是 因為 比特幣還是 會 反推到一定的 原物料 或一定的 一個 經濟價值的 東西 像 黃金 它 這個 也可以算是 原物料 也可以算是 一種 資產的 直接都可以算是 資產 可 但是你如果把 東西 比如說 像 棉花 像 石油 這些都是 都是商品 大家可以 認定 實際上 國際上有個認定 的一個 那 黃金是 比較是 有人又把它當作 有人把它當作 保值 的這種 資產 就是說 它倒是比較跨兩倍 黃金是比較 比較特殊的 那 比特幣 這個 沒有 跟實體世界的原物料 金幣 價值沒有 沒有一個連結 比特幣 是 如果是照巴佩特來講的話 是 就是 Store value 就是某種資產 但是 不會把它認定 成 commodity 所以 我是 蠻 佩服 這個 然後 那 再 再 講回來 我們如果 有這樣子的一個 認知的時候 我們 我們 知道 我們知道 有 這些 Store value 的東西的時候 好 那 開始就可以想 我要怎麼 成 做一個 穩定幣 現在只有 方選一 我給大家的席題 就是 有方選一 然後你要 弄出方選二三 和一都具備的一個穩定幣 這就是 2017年 MakerDow 他面對的一個挑戰 那MakerDow 他怎麼做呢 他就是說 反正你現在有這些 Store value 的東西 像基本上就是 比特幣跟以太幣 其他可能是 歸零幣 空氣幣 那 你呢 就是 可以做這種 金融商品叫做 CP Collateralized State Position 就是說 你把你手上的 這個 和以太幣 因為他清算起來比較容易 因為我都在 區塊鏈智能行業上面做清算 好 那以太幣的智能 沒有比較容易 那你把以太幣 你看最近看漲 所以你也不想 不想賣掉 那那沒關係 你直壓過來 好 這個叫做Collateral 就是 就是直壓的工作 那可是 你直壓上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發 穩定幣 那 那你會馬上問說 他 老師你剛剛不是說 他不穩定嗎 這個Minial Exchange 跟Diamination 他做不好 就是因為 你現在買比特幣 一萬塊 可能明天變成一萬一 後天變成一萬零三 就是他的 RT的提高 那怎麼辦 那沒有關係 這就是 金融商品 來幫你 出入的時候到了 我剛剛不是講 這個東西叫做CPT Collateralized State Position 所以 我就是要一塊給5毛 這樣的概念 我collateralize 我的以太幣情緒 然後 我押 比如說我舉例 我押 掉一塊給5毛 我可以 放一塊錢 等值的以太幣進去 然後 我只押出來 因為就會有金屬 這個都在 區塊的智能合約上面 來做假接 這金屬進來 也是在區塊的智能合約上面 這個一塊錢 就不是打給 限度 也不是打得掉 只是打到這個智能合約上面 這是Maker道的思維 我打進去以後 我就 就金屬 借了 讓我5毛錢拿出來 所以 從我角度來講 我現在就是 dequility 就是 我就干擋出一塊5 對不對 因為我有一塊錢 我沒有賣掉 我是直押到紅石門合約 我隨時可以贖回 大家知道 這些 他們這些 避改的思維 都是我企圖存壞 他不可以頂期的 因為我們幣圈 一日人間一年 都是活的 國旗 好 那我這話講回來 我要一塊給5毛 我一塊錢下去 我直押出來 5毛錢的穩定幣 然後 所以我這樣就 就欠你我 就欠你我 但是我不怕 為什麼 你也不用怕 我也不用怕 如果今天真的 以太幣跌到 市長老師說 大部分 corretization ratio 都是150% 所以一塊 我可以拿6毛6出來 現在也有不同的 corretization ratio 但是 150%就是6毛6 那我 我通常都不會 直押 借出來6毛6 我的Date 不會是6毛6 因為我不要押線 因為這個押線的風險 就是說今天假如 你真的直接6毛6 我現在必須加你點點的話 我說 你就被斷頭了 對不對 我這個是 沒辦法打電話通融的 我這個是在區塊電 智能合約上面 我沒有 也沒力氣給你打電話 這是像我們年作期交所 區塊電的項目一樣 大家知道 期貨你買台詞期 二台詞 如果疊一下 你可能可以被斷頭 但是 如果他會打電話給你 叫你欠你錢 期貨商會通知你 你或欠你錢 不把錢存進來 我就幫你斷頭 那我們智能合約上面 在區塊上面 我們只是省去打電話 這個步驟 原理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我不打電話 我拿了10天 我沒有力氣 因為我都在智能合約上面 都在智能合約上面 都在程式裡 本來就清清楚楚看到 你到電話的月份 所以你看 很多人 為什麼剛剛小老公 很多人他 他指壓上面的利用率不高 因為他一塊錢 他可能沒有 指壓 只有沒有指壓 數電話給我 不是要那個電話 他可能 為何的安全 他這 接觸來錢 沒有那麼多 那你就有個 Position 所以這位你叫 CDP Collateralized 你去Coleta進去 然後你 你Date出來 因為你欠了5 我舉例 我指壓5 出來好了 然後這個Position 他會去買 這個Position 如果幣價還是跌 你就像今年的 Black Thursday 你知道今年的3月 有的黑色星期四 是3月12號 我記得3月12號 黑色星期四 很多人都被斷倒了 所以沒看到 就發生了一個大危機 但是 這也是跟大家分享 這些有趣的故事 我主要是先講 正本青年 先把最基本的 重要概念 跟大家講 沒有 這個大師 跟 一般的 台大學生 中間的媒介 現在 我跟謝董 來擔論這個媒介 把這個東西講清楚 所以 所以我話講回來 就是說 這個穩定幣的發生 就是 有兩種 一種是 上有三種 但是我先講這兩種 一種是Tether 這樣子 我用一塊美金 我就發行一塊 去塊鏈上面的 穩定幣 1比1 另外一種就是 像Maker的老師 你不是拿美金給我 你是拿 你是拿以太幣給我 拿以太幣給我 我幫你 幫你騎 這個 幫你騎 這個 然後 那 去中性化交易所 就是 這是要講到 UniSwap 好 所以 所以小節一下 我 我 剛剛 過去十分鐘講的主要 就是說 Bitcoin 我認為 它是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ASET 數字黃金 這樣的思維 那它可能也還不一定有 數字黃金這樣的資格 因為 因為 它 還是 有某種 的 的 的感覺 就是 很多人還是 我有很多 的 然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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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那 我 去25號 美國這個判定就是說 它是說 比特幣是 需要遵守 Money 它並不是說 它就是 Money 但是我不管它是 Money還是 ASET 雖然我覺得它比較偏向 ASET 我不管 你是 Money還是 我可能 好吧 你是 Money 我就是要管你 這是個政治性的判決吧 我會這樣認定 並不是說 是從學理上 因為學理上 我從IMF來看 我不覺得它是Money 但是 但是它也不要 不要認定它是 卡媽的體 因為台灣這樣是 認定它是 卡媽的體的情況下 我們 我們 我們都 就是說 就沒辦法管 盡管會就是 就是 就是 我不是說管有多好 或管有不好 但是 但是我們就 就 就是讓它變成一個灰色地帶 你把一個東西變成灰色地帶 它就長不大 然後 對 卡媽的體呢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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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一個原物料 有一個 卡媽的體 也是 ASET的這麼一種 好 就是說 就是 最 最早呢 就是 你最上面這底線去 你第一個要分辨說 什麼是 ASET 下面才繼續分辨 如果是ASET當中 哪些是卡媽的體 哪些 不是卡媽的體的ASET 那通常我們就把它 就直接叫做 ASET 因為卡媽的體 很清楚這些 棉花石油 你就會說它是卡媽的體 你不會講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ASET 對 所以 土地 你的房子就是你的ASET 好 然後 那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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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卡媽的體 是一個很 很 要有個 的觀念 就是說 它是 它是 譬如說 我們要 我們要石油 要棉花 要這些 糧食 那這些卡媽的體 它有個 就 Chicago有個 List 這些卡媽的體 它有 這些原物要 對應到實體世界 那 比特幣沒有對應到 這個實體世界 所以我 我沒有覺得說 它是一個 卡媽的體 這樣 然後 那 黃金是 少數這樣 很跨兩邊 它也可以 可以是在工業上 有一定的用處 就是卡媽的體 的用處 然後大家也把它當作 一個資產 所以大家會 會 會去 會去儲存 會去 會去 這個 囤囤這樣的資產 像很多人不是去 囤房子 還去囤這樣之下 沒有去 沒有去使用 沒有那麼 有T的其他 就有些 黃金是有這樣的 特性 但是你一般的 原物量你會去 你會把它 會把它有T的體 主要是把它 有T的思維 那最上面 我剛才最上面 就是說 你有 free good public good 就是free good 然後 那你也有 這個 assets 那asset下面 再去分 是commodity 還是 就叫assets 這樣 對 因為你沒有去用它 你就沒有消耗它這樣 那黃金你事實際上 也可以用它 它也是工業上的一個用品 所以我說黃金是比較 比較橫跨兩邊 但是 但是 但是這個 比特幣為什麼我覺得它是 virtual assets 它是一種 因為你有 接下來又要再分你是 physical assets 還是virtual assets 好 然後 那 那到virtual assets 就開始很 金融了 就是說 我這張紙 我就是 就是這五棟房子的 所有權 就在這張紙上面 好 這就開始 它是 它是一個bit的概念 對 它不是atom 的 因為你physical assets 就是你是 你是實體的 黃紙啊 這些 那你 你這個virtual assets 就是 就是一串數字 可是這串數字 它就是你的權益證明 那 在區塊鏈上面呢 也是類似就是說 你這串數字 它就是你的權益證明 因為我比如說我給你一塊比特幣啊 我甚至我不是像傳統金融說 我手 口袋裡掏出一塊 鈔票 台幣一塊錢給你 我們沒有這種動作啊 我們只是大家都是共同的帳本 然後全部的人都 發現哇 這個數學 這個密碼學 算法算力 這次比特幣太厲害了 所有人帳本都是記載的 我給你一塊錢 每個人都不能否認 我們這樣的共識形成了 所以這邊我說 價值是從信 而信任是從共識 它這個共識出來很厲害 那 那 那經過十年都沒有被共識 慢慢大家就相信 我真的給你一塊錢 因為 現在在帳本上面都是這樣寄的 所以 大家就認了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價值就開始 產生出來 所以 所以就有所謂的 Store Value 那 那很多這種 很多這種 這種 這種把供鏈當玩具來做的 這種區塊鏈項目啊 它很快就被公佈了 那它就沒有價值嘛 像 像 對 好 我不要舉例 就是說很多這種 比較 比較小的供鏈都 都完蛋完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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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是要有這個共識 就是要能夠成功 它有這樣子的 的價值 好 然後 那 從這個 再去 再往下的去講 它的 然後再講 為什麼 你先想想看 1929年的 2008年 它這個 金融危機是 很多情況下 是因為 不足 也就是說 因為大家玩耐過火 雖我不是說 Defi的過火不過 但是為什麼今年 大家也是 川普政府也是 記取 2008年的 這個 教訓 那時候有 雷曼兄弟姐倒掉 那這次呢 就是說 我就趕快 provide enough liquidity 我就狂印鈔票 然後讓 Black Thursday之後 都拼命印鈔票 讓它能夠 足夠 這個 liquidity 處理 出來 這是 符合凱欣斯講的 in the long run 我也要對的 這個系統 把房子 租給別人 這樣 流動性 挖礦 我覺得 是一個 liquidity provider 對 因為我 我 嗯 對 就是說 可以說 它 它 陳豬級挖礦 這樣 就可能 要把它 因為我 我知道這些 經驗鎖 這些流動性 挖礦的人 他都是 譬如說 大家今天來上課 好 就是謝謝大家今天都來上課 我已經9點5分 大家還不走 我是不要謝謝大家 好 所以 上課集挖礦 你們來上課 我就 要給你 幣啊 我就要謝謝你 給你 給你 你提供流動性 要不然我們這課上沒有來 老師講的 就不起勤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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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人 絕對跟教學品質有關 你如果想放兩三支 我可能 8點58就準時下課 那因為 因為有謝董 提供流動性 還問了一題 這些問題以後 我是不是要謝謝你 好 因為你提供了這樣的流動性 我就要挖礦 我會給你這個 這個這個幣 好 然後我們 我我我我我 你來我這邊交易 我們這邊交易 我要謝謝你 所以我交易 就可以急挖礦 那如果從這角度來講 租我房子 就是讓 讓我那個 活化資產 讓我這個 這邊有 某一個程度的交易 發生 所以 所以 所以可能也是 是廣益的 廣益的 廣益的 requity provider 我覺得 就像銀樓 他是幫忙儲保 要有這些 我我我我我 我覺得 對 對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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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能就是 金融本身就是跟這個 我剛剛一個小時多前 講到金融就是血液嘛 就是他 他本身就提供了一定程度的 就是他的做法很大程度就是 一個requity跟 跟一個 risk management 跟haging 的好處 他本來就有 Fundamentally 這樣子的好處 所以 呃 這些房客提供 拿出去就是流動性挖礦的話 那可能你要定義一個 承租幣 然後 然後發這樣子的DeFi 是不是 然後 可是 可是 對 可是你要變成一個market 就是說 就是說 不是只是peer to peer 就是一個點對點而已 你可能要到這邊來 然後 比如說591他 他做一些承租的這些 來我這邊我就 我就鼓勵你 這樣可以 我不知道 永慶房屋好像有 我記得有幫忙找房客嘛 他找租客 不是只是買主而已 那你要打敗永慶房屋 你就說我 你去永慶房屋 你要付他commission 然後你來我這邊呢 就是說 反正這些人都是要交錢 給永慶房屋的 然後 因為 因為 因為你比較 懂流動性文化 你比較懂 青龍科技 他找commission給你 然後你會退 退這commission的80%給他 那你退給他80%呢 不是用新台幣退給他 因為他不然你都沒賺到 因為你要賺commission 你退給他80%的commission 是用跟那個當天的牌價 跟這個市價 到底你發的這個承租幣 是幾比幾對台幣 然後把這個幣給他 所以你就說你提供了一個流動性 外觀 就是 承租 從謝董網來承租 就比 永慶房屋來承租要更好 因為永慶房屋是 十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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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你這樣子的手續費 那你會把手續費80% 用 你的這個承租幣給他 那 那說不定就有一定的好處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講AMM 是不是 Automatic Market Maker 因為 因為 因為這些DEX 他起不來 他沒有 Liquidity 那他需要 他需要這個AMM 他需要 Liquidity Provider 那 那 那最好來 提供 來抓 Liquidity的方式 是 像AMM 欸 我覺得謝董 這邊就是 你要教我了 就是說 哦 謝董說要下一個 那我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在 在币圈啊 我聽起來 是不是 是不是說 最好的方式去提供 去召集這個LP Liquidity Provider 的方式 是我提供的AMM的Protocol 然後我 你會幫我尋求 隨時 隨時 幫我尋求最好的利潤 Compound 比較好 我就投Compound Cream比較好 我就投Cream 那我就量化交易的命 就交到你身上 你就等於幫我量化交易 程式去決定最好的 的一個投資標的 那我就 那我就 我身為 我想要做LP 我就會找AMM 是的 AMM的現在的最好的例子是什麼 對不起 我沒有 畢圈沒有像 Defi沒有像 那麼在道上 就是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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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Wifi也是聚合器 聚合器 聚合器就是找自動帶頭 是幫你自動帶頭 這裡就叫做聚合器 但聚合器也可以獨立 因為照剛剛小島的分類 聚合器可以完全獨立於 Defs之外 它可以單獨存在 OK 只是大部分人像Uniswap Uniswap也是個AMM 但是它 哦 它沒有聚合器 哦 OK 那像 像 其他的Defs不是都有AMM嗎 像 是不是像Wifi 也有Defs的功能 我們要遵守 大師剛剛的開示 大師剛剛開示 就是說Defs 往往都有AMM 所以我記得他要講 因為他這樣才能把 Liquidity充起來嗎 好好好 好 有兩次 這次 Defs 這次 A AAMM 哦 OK 你要想像 AAMM 然後 你會破格 然後 這AAMM 你把 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Defs的 對 Defs的裡面 然後你把這個 讓 或者 你把 負責任 但是 有些 可能 OK 好 那我們 就總結 大家記得要 教 Project A的作業 好 Project A的作業 非常非常簡單 然後 然後 那這邊 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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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網站上 然後 我這邊只是 比較精準的來講 Money的本事 然後 那 今天因為沒有時間講 但是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昨天講 19世紀 同學 這幾天的反應 是說 其實要 學21世紀的 Defi 所以 大家就知道自己回去慢慢看 就是說 對 這個可能就是慢慢看 但是你看這個你會學會 剛剛 有學生問了 什麼是 這個 什麼是穩定幣 Stable Coin 就穩定幣 還有什麼是Collectoral Handstaking 這些 其實都重要的發展 這怎麼都要下一頁 好 OK 好 那 這個大家慢慢去看 就會了解 我這邊都會講 Helphini 我連這個Helphini 都會解釋 它怎麼 幫助到這個Bitcoin 好 那這樣大家就會比較了解 來龍去脈 好 那我們今天停在 別人就是Money 下禮拜 我在解釋 就是 什麼是 這個 Security 的本質 證券本質 還有保險本質 還有金融的本質 然後 大家會比較了解 Asset 講Asset 大家就要知道 怎麼來做定價 Pricing 下禮拜 對 下禮拜日放假 好 那沒事了 那就記得交作業就好了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先到這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先看線上 對 一秒鐘 我現在忽然想到線上還有同學 那線上的同學都可以嗎 就我們現在9點10分15分 好 我們等一下 停在這邊 因為這個團面講不完 有提白頁 好 對 提白頁 好 那是不是先這樣子 好 好 那先這樣子 然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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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